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阿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 我告诉你们 神能从这些石头中 吸阿伯拉罕兴起自孙来 现在虎子已经放在树根上 凡不结好果子的树 就坎下来雕在可内 我们先看看这个经文 它说到什么呢 它说我们要结出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 相称就是对比的 圣经也说到另外 就是我们的行为与蒙照的恩相称 就好像有个天平 蒙照的恩很大 但是呢 蒙照的恩根本没有可能 可以我们行事为人与蒙照的恩相称 因为神的恩真的都不知多少亿万吨那么重 但是我们想起我们的行为 我们的爱心有多少呢 可能有一斤重 可能有几两重 有些人来说 就是跟神是没得比的 但是宝拉就是鼓励我们 尽量去行为上改变 你的爱心上改变 真是有结出果子来 与蒙照的恩相称 与悔改的心相称 就是我们不要只信耶稣 而是要有行为 就是要结出果子出来 我们有时候 我祈祷 我有祈祷 祈祷不是你最终的果子来的 祈祷是我们得力的方法 它都是果子之日 但是不是全部果子 因为它会带来 它和神的关系 会带来你生命的改变 但是呢 如果你只是停留在祈祷 只是常常在祈祷 你的生命都未曾改变 当你祈祷的时候 你就结出果子了 你有没有果子呢 即是你见耶稣面的时候 你的行为 你的生命 有没有果子结出来呢 当你没有的时候 施世药就提醒了 他说 神能够从这些石头中 吸阿巴拉罕兴起子孙来 他说 你不要以为你们是阿巴拉罕的子孙 因为他们是以色列人 阿巴拉罕的子孙 神能够从石头 即阿巴拉罕当时已经过了生育的时候 撒拉也是过了生育的时候 但是神就叫他生出以撒出来 是好像石头一样 但是生出子孙出来 但是 从石头而出 将来也可以变回石头 这个斧头已经放在树巾上 凡不结好果子的树 就砍下来叼在火里面 这句说话 很多基督徒没有看过 他就说 我相信耶稣 但没有说我没有结果子呢 即是如果你自己数一下 你结出果子有多少呢 即是如果现在耶稣回来 你有多少果子是交给耶稣呢 可能你说真的很少很少 可能你说我都有了 有就去到天堂了 但是我们不应该是说我们有 而是我们说我们有更多 因为我们不是靠果子得救 其实 是永远靠耶稣的恩怨得救 我们永远都是以靠耶稣得着救恩 当我们有这个救恩的时候 我们就会撤出果子出来 与蒙照的恩相性 好了 接着我们又看去第十六十七节 我们一起读 你读完之后 你不用看着那本圣经 看着我 约翰说 我是用水吸灵门施洗 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 我就是吸他解鞋打入一倍 他要用圣灵与火吸灵门施洗 他手里拦着火机 要阳静他的墙 把墨子收在仓里 把康庸不免的火烧尽了 很多时候 你知道很多人 他喜欢新约的耶稣 他不喜欢旧约的神 因为旧约的神 有很多审判 有很多指责 但在这个经文告诉我 耶稣不仅是 慈爱的面 神有两面 神有慈爱 和有公义圣结 有很多人不喜欢这个部分 但这个部分 也是神的可爱 如果神不是圣洁 当你去到天堂 你会发觉 神会偏待人 对有些人更好 神是偏心的 神不是真的爱我们 那时候你会很失望 你会发觉 那些天堂的人在争 明争暗斗 如果说 在天上的时候 你想想 如果你去到天堂 那些人又不理睬你 那你会怎样想 天堂又是这样的 而天堂 慢慢来 都会有敌人 如果是人的罪性 慢慢来 那些人都不好 我记得他以前 在世上 做些什么 如果是这样 我们去到天堂 会很失望 但神不是这样 神是一滴 那么多罪都没有 所以来到他面前的人 一定要悔改社罪 圣经说 我们要追求圣结 因为非圣结 没有人能见主 你不是圣结 不是活在圣结之中 你没有耶稣的圣结 你不可以见到耶稣 虽然我们 我们真的不能够完全圣结 所以你不能够完全圣结 你就要求耶稣射灭 但你射灭之后 就不要停留在犯罪 你应该要求耶稣 帮你改变有圣结的生活 那这条说到耶稣 是一个很不同的形象 这条说到什么呢 有些人说 有一个能力比我更大 我和他解鞋带都不配 你会不会觉得耶稣这么尊贵 我和他解鞋带都不配 他是很宝贵的 我要看重他的 他要用圣灵与火吸 来施洗 耶稣的圣灵来到更生人 很多人都被圣灵充满他们的更生 但也有很多人经历圣灵 然后忘记了一切 他又要照样生活 经历圣灵是绝对可以回复以前的生活 是问题是你如何反应 即是当你经历之后 你说神这么爱 这么大来到我身上 神的祝福这么大来到我身上 神的喜乐这么真来到我身上 我就要感激神 我所经历的天堂一部分 当你经历到的时候 你说神 我要真的我的生命给神用 这样的时候 你生命才会改变 如果你没有这种生命改变 你只是经历 经历之后像想上天堂 有些人上过天堂落过地狱 但是回来一样不信耶稣 也有这样的人 因为他回来发觉 哇 这么多引诱 哇 有个异性在这里引诱他的时候 这么多钱 令到他会不听神的话 是真的有这件事的 Andrew也说过 有一个人 他说 他们几个呢 就是几个人一起 开车呢 他们因为吸了毒 前面就是两个女孩坐 后面两个男孩坐 吸毒的时候 之后 那个女孩的判断 就是错误 以及会做一些痴神的事 他见到 大货车经过intersection 但是他就说 我要快过货车 但他的判断是完全错误的 他说我要快过货车 怎样知道 他一冲起来 不是快过货车 是对正的货车撞上去 然后车车车到货车底 前面那两个女孩 头都掉了 飞了去 后面那两个男孩 一个呢 又死了 另一个就抛出来 抛出来就 传活 但是跟着又死了 去到地狱 他就看到几个牌队 他们站在牌队就猛 耶稣叫我们不要下地狱 但他们是不能回家 除了一个其中一个 抛出来的那个 他就可以回头 就说给人听 就是说关于他见到的经历 但是后来这个人 他是离开了神 就是 他有很多藉口 这个太难了 跟从耶稣太难了 这个世界太多东西了 我也见过很多人经历 圣灵很大的改变 但是之后没有改变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不看重神 不觉得走神的路是重要的 他觉得我眼前才是重要的 圣灵灵毒是很大的能力的 是真的会帮助我们的 我昨天做一个人 在经历我以前的一个教友 我讲过圣灵的经历 我讲一下他说 他说我坐在那里 我都感觉到能力了 我说我可以跟你祈祷 他说我现在赶着走 不过他有机会会来找我 就是他会来找我 我的目的呢 不是只停留在我身上 我说我祝福别人 我经常都说神 祝福我祝福周围的人 耶稣要用圣灵与火给你 要施洗 耶稣来做什么呢 要捺着波机 波机是以前的 现在不用的了 中文也有类似的东西 就是找一个很大的烧机 把麦和糠磨了之后 那些穀殼和麦和米一起 这样黏在一起 那样子的时候 那样子的时候 可能有一些风吹 就会把那些穀殼吹走 那些米就掉下来 那样子 耶稣就说到这样子 他说他会手里拿着波机 要扬准他的墙 这个是中国人的方式 以色列是不同的方式 但是意思是一样的 就是要洁准他的墙地 就是神的家 那么啥 35 15 1 3 5 3 5 2 3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